香港青年協會一直支持香港青年創業 以往我們舉辦很多青年創業學和其他支持青年創業活動之後 今次我們舉辦青年創業市集 目的都是希望可以讓一些香港年青人 有機會將他們的產品和服務 帶到給社會大眾 亦都可以有機會直接和顧客接觸 了解顧客對產品的喜好或者意見 今次我們舉辦這個創業市集 有一年兩日在這裡舉行 亦都得到有60間公司積極的參與 我們看到這兩天的人流非常多 亦都可以有機會接觸很多不同的顧客 接受他們的一些意見 以及向他們銷售一些他們的產品 成績亦都非常明顯 10年前我們就成立了YPHK 這個病態是幫助年輕人在創業期間指導他們 幫他們去想一想創業之間會遇到什麼困難 甚至我們在經濟上有貸款給他們 今天在這裡最大的特色就是一個創業的市站 我知道這裡有很多六十多個不同的攤位都是一些青年創業家 所以在這裡我就恭喜你也多謝你 跟我們慶祝我們青年議會55周年 55年來裡面其中我們有一個心願就是為香港年輕人創造就業的機會 而就業的機會裡面最重要的就是創業 所以我在這裡多謝所有曾經幫我的青年 去鼓勵年輕人創業的每一個人 知名無故 聽說 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